5. 光體平衡 Hello大家好,我是莫Sir 今日會跟大家說的課題是 光體平衡下集 在上一集我已經講解了光體平衡條件和特性 並且示範了 如何將它們應用在實際的問題內 但是,有一件事我是未講的 上一次我介紹了一個叫重心的東西 那個就是重力在一個物體上的施力點 但是當我們見到一個物體的時候 怎麼知道它的重心在哪裡呢? 在這一集我就會介紹一個方法來找出它的位置 首先讓我直接說了給你聽這個方法的具體步驟是怎樣 我們可以考慮一個任意的光體 在這裡為了方便我在上面畫東西 我就會用一疊變條紙來示範 現在我們用一條繩把它吊起 吊起之後它可能會搖一會 等它搖完之後 我們就由繩跟它的接觸點開始向下畫一條直線 如果你沒辦法在上面畫直線的話 你就試試在腦裡想像一條直線 這個光體的重心就一定在這條直線上面 一會我會解釋為什麼 但是現在先講一下步驟 這條直線上面是有很多點的 那哪一點才是它的重心呢? 要把它找出來 我們可以在直線以外找另一點 在那一點上面再次把它吊起 吊起之後 我們又等一會 等它吞完之後 又再一次從那條繩跟它的接觸點開始向下畫一條直線 那麼光體的重心都一定會在這條直線上面 既然是這樣 現在光體的重心一定會在這條直線上面 亦都一定會在這條直線上面 所以兩條直線的交叉點就是重心的位置 如果要用文字把這個方法總結的話就是這樣 好,那為什麼重心的位置一定會在這兩條直線上面呢? 那個原因是這樣 我們姑且將這條繩跟光體的接觸點叫做A 並且將這條直線叫做L 當這個光體停止擺動之後 它就處於平衡狀態了 所以光體沿著A點所感受到的靜力距應該是等於0 跟著我們都可以數到 作用在光體的力總共有兩個 分別是條繩的拉力T 以及光體本身的重量W 條繩的拉力那個C力點就是A 所以拉力T的力距就是0 假設光體的重心不在L上面 這樣呢? 我們可以沿著重力W畫出C力線 量度這個距離D 並且計算到重力原A點的力距是W乘D 所以光體沿著A點的靜力距就是W乘D 我們知道這個WD是不等於0 但是這樣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推論出 原A點的靜力距應該是等於0 那這裡就出現了一個矛盾了 要解決這個矛盾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光體的重心必須要在L上面 所以我剛剛介紹的方法 是一個找出重心的可行方法 這樣呢? 以上就是找出重心位置的方法 以及這個方法可行的原因 在講解這個原因的時候 我是用了一個叫做反證法的論證技巧 簡單來說 反證法就是 如果我們能夠基於某一個假設 來推論出一個矛盾的情況 這件事就能夠證明這個假設是錯誤的了 剛巧得那麼巧 我身邊最近就有一個人在學批判思考 而那個人偶爾都會跟我討論功課 在討論功課的過程裡 我就整理了一份關於邏輯推理的筆記 我覺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在這條片下面找到下載的連結 我們回到重心的話題 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重心的位置呢?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 他告訴我們重力的施力點在哪裏 令到我們可以計算關於平衡的問題 但其實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告訴我們側心的位置 這條片剩下的部分都是課外知識 如果有興趣就可以聽一下 沒有興趣也可以直接跳去下一課 如果你繼續讀上去的話 就會學到和光體運動有關的理論 要明白光體的運動 就必須知道一個叫做質心的概念 每個物體上都有一個叫做質心的點 詳細情況我不會在這裏說 現在我只會告訴你的是 質心的位置和重心的位置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質心和重心的定義雖然不一樣 但是經過計算之後 我們發現原來這兩樣東西是同一點 所以如果找到重心在哪裏 就等同找到質心在哪裏 質心有什麼重要呢? 在上一課的補充筆記裡 我就稍微透露了描述光體運動的方程式 光體的運動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就是質心的平移運動 而第二就是光體沿著質心的旋轉運動 平移的運動就可以透過 Fn 對 M 乘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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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Fn 是作用於光體的靜力 而 M 是質量 而 RCM 是質心的位置 你可以將這條色視為光體的牛頓第二定律 旋轉的運動可以透過 Tal N 對 Di Omega Dt 乘d 乘d 其中 Tal N 是對質心的靜力舉 I 是對質心的轉動慣量 Omega 是各速度 這條色就有點像是旋轉版的牛頓第二定律 另外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 如果光體沿著一個固定支點旋轉的話 這個旋轉的運動也可以由 Tal N 對 Di Omega Dt 乘d 乘d 其中 Tal N 和 I' 分別就是對這個固定支點的靜力舉 和轉動慣量 順便都講一講 這兩條旋轉的色其實不是很實用 所以後來有一個叫Outline的數學家 把它改良了 但那個就距離我們的課程太遠了 所以我也不詳細講了 你可以看到光體這個課題 其實還有很多的探討空間 不過我們的課程裏面 就沒有足夠的時間 讓我們去討論這些問題 而且這些問題也牽涉很多 你還未學過的數學概念 所以我們的課程裏面 只會講光體的平衡 如果你想了解光體的運動 那你就要繼續讀上去 雖然我們不會在課程裏面 討論光體的運動 但是我也弄了一個簡單的程式 可以讓你感受一下 平面空間上的光體運動是怎樣的 程式的連結就放在這條片的下面 按下去就可以在一個瀏覽器玩 不用裝 你打開程式之後 可以看到有一支棍 那支棍的其中一邊 就固定在一個支點上面 並且它可以沿著這個支點自由旋轉 如果你試一下向這支棍去施力的話 你所施的力就會令它開始旋轉 這裡跟牛頓第二定律相似的地方是 當你向一支棍施加一個力舉的時候 它的旋轉就會沿著這個力舉的方向加速 我想你特別留意的是 施力點的位置和施力的角度 如果我們把施力點弄到很近的支點的話 就算你施加的力很大也好 都不會造成太大的旋轉效果 這個程式還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例如我可以把施力線關掉 改為顯示各速度和各加速度 那我們就可以觀察一下 施力和各加速度之間有什麼關係 又或者我們也可以顯示 側心的速度和加速度 那你就可以觀察到 靜力和側心加速度之間的關係 那我就先介紹到這裡 剩下的就留給你自己去玩 最後在結束這一課之前 我想解釋一個點物體的概念 有時候你會在市面上一些書中看到 類似說 假設求是一個點物體的說話 主要是在做練習的時候 那點物體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課程指引裡沒有要求學生知道這個詞彙 但是既然市面上有些書會用它 我覺得最好還是解釋一下好一點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解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小明就在街上跑步 為了令他的身體向前移動 他就會用腳向後硬 向地面施加摩擦力 這樣根據牛頓第三定律 地面就會向他施加反方向的摩擦力 令他向前加速 問題來了 我們在這一課發現 原來向小明的左腳施力 和向他的右腳施力是兩回事 我們突然想起 原來小明是一個有體積的物體 它不是空間裡的一個沒有體積的點 這樣就衍生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 如果我們說我們要分析小明的運動 那我們就需要量度它的位移 方法是選擇一個圓點和幾條座標軸 然後沿著每條座標軸 量度從圓點去到小明的距離 那麼小明身上有這麼多點 我們應該量度哪一點的位移呢? 是頭頂? 左腳? 右腳? 如果是右腳的話 是腳跟還是腳趾? 面對這個問題 物理學家就說 最理想的情況 就是量度小明的質心位移 但是實際上通常我們會量度什麼出來呢? 就是小明的褲袋裡手機的GPS天線的位移 這個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 我估計是30cm左右 也不是差很多 尤其是當小明已經跑了10公里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不會介意你量度出來的位移 是有30cm的誤差的 既然你不介意的話 那你就可以說 假設小明是一個點物體 所以點物體即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 如果一個物體的直徑是遠遠小過它的位移變化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假設成一個沒有體積的點 以簡化計算 當我們假設一個物體是點物體的時候 你量度它身上任何一點的位移 都會當作是它的質心位移 很多時候我們也不會考慮點物體的旋轉或變形問題 好了 這一課我們就講到這裡 而我們對光體的討論也來到這裡 下一課 我們會討論一樣 我在單元1提及過很多次 但是從來都沒有解釋過是什麼 那時候我就會告訴你 什麼叫做機械工 那就到時見了 拜拜